冲突一觸即发 但战争还没开打 油价已经标误的吓人 目前全美平均一加轮汽油 要价3.44美金 创下近8年来新高 疫情趋管 产业陆续复苏 带动石油整体需求量 加上俄罗斯是全球第二产油国 一旦危机升温 全球油价控从95美金 升到一桶120美金 就怕俄罗斯长驱直入 股市同样一蹶不振 有专家预估若真的开战 股市将跌超过5% 比2014年严重 主要就是因为双方 全卧有晶片材料输出 更别说乌克兰盛产小麦玉米 全球出口市占率超过10% 而俄罗斯更是全球小麦第一大出口国 农粮价格进一步推升高涨 俄国蓄势挥均乌克兰黑海战云密布 让国际原物料价格跟着连环震荡 在新闻黄泉报道